我们在大山里发现了一个村子 就近在这个半山坡上 我们现在沿着这条小路上去 你们好奇吗 我们现在带你们去 我在想这个村子到底咋啥样 是一个穿过的感觉 好累啊 真的不知道那些在村在里面生活的人是怎么上去了 每天就是这样走上去的 最第一个了 要得上去了 快到了吧 这个好累啊 不知道他们每天这样上下上下 是什么样的感受 你看这上面还修了有楼房 这么高的地方这些砖是怎么运上来的 应该是有马驼的吧 真的 你相信有马吗 都跟类似了 人生态 人家没在家里居住了吧 人家没在家里居住了 那个菜鱼原子 种了很多的萝卜 这个房子都已经塌了 之前应该是没有人在里面去住了 对 这上面好像只有十几户人家 那里留 他们这里还在讲留 哈喽 小朋友 这么晚了 你们还不回家吗 那就是里面的家 怎么没有棚子 太好玩了 看这里 他不撩你 不撩我就走了 哇 这个花 是啥花呀 好漂亮啊 对呀 感觉像那个什么花 菊花 对 但是好像不是菊花了 不是菊花吗 好漂亮啊 漂亮你把它摘了吧 路边的野花不能摘 好香啊 菊花的味道 好了 挖回去 我们要原汁原味 你看这些房子都快塌掉了 好可惜啊 哇 这个村子真的是好原始啊 这里也有房子 这里的房子已经塌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水缸 好可惜啊 这些房子是吧 这里有养牛 这里养牛的人还挺多的 他们在这上面应该就是以养牛为生吧 应该是吧 过来的话 他们也没有交通工具下去 嗯 这里有个坑 少坑吗 哇 好大呀 看这里还有一张桌子 我们看有没有找到什么果董啊 这里 哇 这里有只狗狗 小白 小白 你好 小白 在这里来 小白 小白 这个房子一看就是自己塌掉的 它不咬人的 小白 你好 小白 来 我摸一下 嗯 乖 乖 你吃饭没有 我们也没饭 嗯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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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白 你看这个狗好可怜呀 啊 我跑 啊 我们没吃的 我们下次来给你再吃了好不好 你的小狗狗呢 可以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哇哦 你好漂亮啊 你看这个房子它是自己塌掉的 不是人拆掉的 如果拆掉的话 这些不会这么乱的 这应该是年代久了 自然脱落 对 这些房子太可惜了 你看对面还有一个村庄 那个村庄也挺不错的 那个应该也是 上面只有 十九户人家吧 应该有二十多户吧 你看这些房子 基本上那边住人家 全都是塌掉的 就年代 年久失修全都塌了 这些都是十九户人家 但是好像在这里住的只有几户 对 你看这些庄家的好多都没有管理了 应该在这上面住的都是一些老人 嗯 你看那上面那个房子挺好的 狗子 哦 你好乖呀 来 握手 来 握手 走 走 走嘛 你走嘛 走不着安全 哇 这狗 这就是我们上下五七年的中华体育群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一下你们的小狗狗 你小狗狗来 你小狗狗来 走 带我去 走吧 走 走 走 你带这位姐姐去看一看你的小狗狗 你小狗狗来 走吧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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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会有点 走 以前要在这里修建这个楼房的话 应该是很困难的 看这里这里是我房 这个我房也塌掉了 快快快快 走 走吧 走吧 你小狗狗了吗 她知道那种时候 走 走 走 你小狗狗掉了吗 走 走 走 单嘴 走 快来 快来 小白 你看这房子去的是她自然塌掉的 不知道 走吧 小白 我们往这里上去 我们看一下这上面这一房子 你看这个牛 那头上是白色的 现在都是黄色的 好可爱啊 这里 这是奶牛和黄牛的杂交吗 应该是吧 但我们这边哪来的奶牛 那只有大草原才有 万一她跑到大草原去接种了奶牛 哇 这房子都 很久没有能住住了 对啊 太可惜了 上不去了 我们只能下去了 你看这个花好奇怪啊 你看这个 这啥花啊 不知道 有人认识这种花吗 好奇怪啊 它是一串一串的 对啊 嗯 挺好吃的 这次不知道什么味道 这里有两头牛 大家看 哇 你们好可爱哦 看 大家看我 这是那个小牛朵 这是 这是你的妈妈吗 哇 你好可爱呀 你这个牛鼻子 可以让我咬一口吗 啊 你真可爱 来摸摸 哦 你还带了一个金项链呀 哇 那个大牛 扔上了 你好啊 哦 哎呀呀呀呀 你看 哎呀 哦 你真漂亮 你真帅呀 他牛生气啊 他没有生气 他对我们很是好奇 充满了问号 你看这是谁 小牛妈妈 你看 哦 这是谁 哦 哎呀 哇 你看你们两个 好漂亮哟 他牛生气了 你不要动它 等一下他把绳子搞掉了 没事的 你看鼻子都气出来了 那个鼻涕 是你想象的吧 那鼻涕一直直流这样子 其实这个地方挺不错的 要是所有人都在这里生活的话就好了 你看小白已经上来了 要是所有人都在这里生活的话 他们肯定会出一条路上来的 对 哥 这里面的沟啊 你来就看 你来就跟他们一样 你肯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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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先 咱还有好多人在这坐 嗯 咱们先坐 咱们先坐 这都是那些老人 都是那些老人 那年轻人差不多就要去了 那去那边帮忙 哦 不行 试试 我们也要下去了 哥哥 拜拜 这骨好快呀 没有啊 鬼二狗 现在长期在这里生活的还有七八家人 哇 里面的小羊 哦 两个 哇 这里小羊羔 哇 这里小羊羔 哇 喵喵 天呐 怎么这么可爱 我好想养它来当丑物啊 哇 好可爱呀 你看 妈妈 叫你妈妈 妈 你看他说人家都有奶丝 他没有 他就生气了 你踩到你的宝宝了 哇 这个好可爱呀 这个小羊 我抓着跑了 哇 你看他个头 太快了 好可爱呀 你看 小妹妹 哇 我要扯他 哇 啊 他以为你要把它吃掉 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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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羽哥太可爱了 走吧 不打扰他们了 有个拆子弄不着了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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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是啊很可爱 但是不能带我机油 你看这个 这是什么 少坑 少坑 小心掉下去 走 我不会游泳 你掉下去了 里面没有水 里面是红薯 红薯 你看这里有两头牛 你看他们都是挺集中的 喂牛啊 牛在里面 有过在那边的 这都是里面喂的牛啊 哎 啊 不了 给你上来做 哈哈哈 多儿吧 去吧 嗯 不了 你们小姐在那天喊了 这也爽 因为在这风景哭的 哭吧 多儿去吧 嗯 给你上来 给你上来 啊 嗯 嗯 不不不 我们不出音 我们不出音 这两头牛好可爱 啊 走了哈 我们我们不出音 我们不出音 啊 谢谢哈 哈 好了 我们现在也下山了 这里的人 特别的热情 主要哪里都留我们在家里吃饭 对 感觉他们这种农村风情真的太淳朴了 对呀 现在 你还是在城里的话 你从人家家门口过去 他都不都看你 对啊 你看在我们农村的话 主要哪里都是热情款待 管你是什么人了 反正 先来我家里喝水吃饭 是吧 对 哇 太美了 你看这里一山傍水 我太喜欢这个地方了 对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能找到这样的古村 后真的很少了 对呀 而且很云死 完全没有被破坏 只是有的房子没有人居住了 它自然塌掉了 对 像这种古村都的话 差不多都是一些老人在里面居住 嗯 那些年轻人的话都出去挣钱了 是的 好的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拜拜 拜拜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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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